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悸律师和郑平医师王丽慧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冷跟热这两件事情 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泡温泉的时候需要泡冷池 又需要泡热池 为什么我们做身体SPA的时候 需要用冷食和热食 这种冷热食交替使用 那么又为什么芬兰玉 它在2020年的时候 可以直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是一个非物质文化的世界遗产 所以您一定要听到最后 最后我会告诉您 冷跟热在您的身体里面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医学作用 为什么冷和热 对你的健康和长寿有这么大的好处 你知道芬兰玉 他们有SANA 就是这个三温暖烤箱这个东西 那SANA这个词其实就是来自于芬兰玉 可能有一些人会以为 桑拿是一个日本话 其实不是 它是芬兰话 那么SANA在芬兰已经用了几百年了 全国是550万人口 光是这个SANA就可以超过300万个 那过往的比较多的话是公共使用 大家一起来 那现在的话大部分就是设置在自己家里 那如果是公共池的话呢 除了SANA之外 他们还会设置有冰池 他们会引他们的山川河水的冰水进来 然后帮你维持大概在零下一度 那你烤完了烤箱之后呢 你就跳下去这个冰池里面 那如果是在家里设置的SANA 你没有冰池这样的设备 也就是直接到外面的冰海里面直接跳下去 Ice Swimming 这就是芬兰域的特点 那么芬兰的SANA它不一定就是干烤 因为他们里面有设置石头加热 你也可以把水浇在石头上面 它就会产生蒸汽 也就是把SANA又变成了Steam Room 又变成了蒸汽室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那它之所以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是因为呢 SANA不是只是用来做养生 用来洗澡用的 它是一个跟大自然连结的一种活动 我刚刚讲他们喜欢Ice Swimming 烤热了身体之后到冰湖里面去玩一玩 那这也是一个他们的历史 因为已经几百年了嘛 有密切的相关 那重点就是SANA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圣地 是他们跟他们的社区 跟他们的亲朋好友 跟他们的家人交流的 疗愈身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芬兰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维系了这么几百年下来 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冷热温泉 我们知道我们去Jakuzzi 或者是我们去泡汤的时候 泡完热池要跳进去冷池一下嘛 那这个冷跟热的话呢 热池大概就是至少要39到43度C 这个才是标准的 那如果冷的话 它可以是10到18度C 这个也是标准的 那像我就是曾经在宜兰的某一个温泉旅馆 它只开了一个38度C的温泉给我泡 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及格的 那如果像是精华酒店的话 它就有不但是热的Jakuzzi给你泡 它甚至还有冰池是6度 那像台中育园酒店的话 它的冰池是大概11度左右 那像郊西老爷酒店的话 它的冰池大概是18度C左右 这是各式各样的环境 如果听到这里您觉得有帮助 请您帮我按个赞 也欢迎您在下面留言跟我互动 那因为我个人非常的爱泡汤 非常的爱泡澡 那在家里的时候呢 我因为我没有冰池 我又在背一个大木桶 然后会想办法把那个冷水的温度尽量降低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加冰块啊 加冰水这样 那这一次我们在第31届 对美国抗卵剂再生医学会的展览现场就发现 美国人他们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直接给你一个 可以把你的整个身体都封起来的一个大风筒 这样子 你只需要露出一个头 然后会引这个水进来 通过扩档之后 冷却之后呢 让你这个风筒里面的这个水呢 把它降温 可以降到零度 那这就是一个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的 那当然不是只有在家庭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contract the best 就是这个冷热交替 也被用在运动医学上面 还有复健医学上面 不管你是膝盖肿胀 或者是脚踝肿胀 拉伤或者是扭伤的话 也都可以用冷热交替的方法 你可以用冰毛巾 热毛巾这样来交替交替的肤 也会帮助它消肿 2007年的一篇 Jone Articles 他也提到说 对于这个糖尿病的人 他们的末砂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话 他们也会用这种冷热交替的方法 当然你就是要注意不能够有烫伤这样 那你就是用冷热交替的方法 可以改善他们的血液循环 然后增加血流量 然后也可以增加他的氧气的含量 这就是为什么冷热疗 被广泛的使用在身体的按摩 还有用在运动医学的治疗 用在这个复健医学的治疗 那现在我们来跟各位讲的是 他用在癌症的治疗上面 首先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热疗 这对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产生一种压力 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 会促进你产生热修克蛋白 我们叫Heat Shock Protein 那特别是当你的身体 遇到一个为难的环境 比如说极端气候 包括就是缺氧 包括就是黑暗 就是说光线不足 或者是甚至是紫外线太强 或者是说护热 或者是缺水脱水 当你的身体 或者是说大自然 所有的生命 遇到这种极端环境的时候 你的身体 都可以产生热修克蛋白 特别是第三型 我们叫做HSP3 那这个它是用来保护你的 它就是避免你的细胞受到损伤 然后保护你的蛋白质 不要变性 我们想想看嘛 如果我们今天一颗蛋 我们把它放在烤箱 稍微加热一下 它很快它就变成白色 就煮熟了嘛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 在这个极端酷热的环境之下 会不会蛋白质也被煮熟了 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我们的身体 在酷热的环境之下 它会产生热修克蛋白 第三型 就是为来保护你 让你的蛋白质不要被煮熟 让你的蛋白质不要变质这样 不要产生一些变化这样 那在癌症的人身上 我们发现 他们产生最多的是 Heeshark Protein 70跟90 第70型跟第90型 那这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两款来做标吧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身体啊 已经产生癌症的时候 当然就是内部环境不良嘛 你的身体里面可能太过的酸性 太过的缺氧 或是太多的毒素 使你这些细胞变性 它在遇到严酷的环境的时候 它产生了Heeshark Protein 第70型跟第90型 那他们除了呢 可以让你呢 他们做标把研发药物之外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呢 他们会去抱住你的癌细胞 然后想办法呢 把它举报给你的免疫细胞来看 告诉你的检察官 或是你的检警系统 来这个就是坏人这样 就是借由他们呈现给你的免疫系统 那你的免疫系统就可以去歼灭它 因为通常癌细胞就是逃过 你的免疫系统的侦测会做大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Heeshark Protein 目前在癌症上面有这样的使用 比较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呢 在热膜枪或附膜枪 直接开刀打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灌热水进去 同时也把化疗的药物灌进去 那当然不能灌太烫 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那么高的热度 如果我们可以直接灌个50度C的热水的话 细胞就直接就烫死了 但是因为我们身体受不了 所以我们一般灌进去的热水就是43度C 配合化疗药物一起灌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呢 我们直接用仪器 想办法把热把它集中化 然后想办法串透你的身体 到你的癌细胞的地方 那这个就包括有Radio Frequency 射频的治疗 或者是微波的治疗 或者是大家知道超声波的治疗 用高能量超声波去击打你的肿瘤 比如说像子宫肌瘤这些东西 像子宫肌瘤我们就可以用海浮刀这些 那当然这是恶性的肿瘤 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超声波直接把能量送到你的病灶 这是我们热疗目前的使用 那再来一个点就是说呢 热疗被认为可以用成放疗的一个辅助方法 为什么呢 本来我们人体有正常的一个有丝分裂 但是癌细胞在进行有丝分裂的时候 易变了 那本来一颗要变成两颗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染色体 它本来是double变成一倍之后 要变成两个细胞嘛 可是它在double变成两倍的时候呢 没有继续的去分裂 那这样就会变成是一个癌细胞 恶行恶状 那我们发现呢放疗对于有丝分裂这个周期当中呢 染色体double成一倍的这个过程 我们叫S-FACE S期 我们发现放疗对这一段时期效果最不好 但是热疗却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有效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放疗跟热疗把它合并使用 这也是医学上的一个新的一个研究的取向 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呢 再加强放疗的效果 把热疗也结合进来 那我们知道现在对于癌症的治疗放疗化疗手术免疫疗法 标靶药物 还有色护腺或者是乳房的癌症 我们会用上荷尔蒙治疗嘛 那再来就是热疗 它现在也渐渐被认为 它是在一个癌症治疗上面的有效的一个方法 可以把它结合进去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呢 冷热疗它事实上啊 不是只有对癌症有效 它对于神经退化性疾病 包括巴金森氏症 还有阿兹海默症都可能有效 因为呢 剑桥大学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剑桥大学他们的官网 他们这边就特别写到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他们用基因编辑的方法呢 去把这个小老鼠的基因改了 用基因的方法 不是用降温的方法 它特别可以产生 比任何小老鼠更多的冷修克蛋白 然后它在让他们感染 狂牛病的这种病毒 PREAM 那他们就发现呢 冷修克蛋白产生越多的小老鼠 它对于狂牛症的抵抗力越好 它在狂牛病病毒的感染之下呢 它的脑受到的损伤最小 我们就看到原来这个冷修克蛋白 可以去保护你的脑神经元 不受到那么大的损伤 那再来呢 他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研究 包括阿斯海默症 痴呆的这种脑的损伤 包括新生儿刚生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脑发育的不够完全 有一些早产儿啊 或者是新生儿啊 他们的脑生长的一些障碍 或者是呢 有急性的脑损伤的人 他们的脑的这个神经元的受伤 他们各式各样的去使用 都发现这个冷修克蛋白呢 可以对于脑跟对于神经 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所以现在这个冷修克蛋白 也被赋予一个很高的期待啊 那你怎么样可以产生冷修克蛋白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嘛 你要泡冰枣嘛 这个冷度要够你的身体 才会诱发冷修克蛋白 那我们看大自然里面的生物体啊 他们事实上 就也是要去面对这种极端的环境啊 可能是酷寒 可能是酷热 可能是阳光不足 可能是阳光太烈 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 他们都会因为他们的身体 因为他们被激发了 产生热修克蛋白 或是冷修克蛋白 而来帮助他们能够度过 这种不良的环境 然后增加他们的韧性 我们看一下在农业上的使用啊 为了增加这个植物 它的耐受力啊 我们会用冷热的方法来处理他们 果然呢 他们对抗缺水 对抗酷热 对抗严寒 甚至对抗传染病 对抗病虫害 他们的韧性都会增加 那在水果或者是说呢 花朵采收之后啊 因为要储存跟运送嘛 那甚至还要经过检疫 如果你要送到国外去的话 你要经过检疫嘛 他们就现在就是发现说 像芒果的话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 适当温度的处理一下呢 可以帮助它更耐那个检疫 不会在检疫的过程当中 被的耽搁太久啊 或者是遭受到各种检测的伤害 或者是水果的卖相变得不好 那另外是呢 水果要运送的话 或是花朵也一样都要冰啊 都要冷藏才能够输出到国外去嘛 那这个冷藏有可能反而造成寒害 或是让它呢 干脆就没办法熟成啊 不Ripe了 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寒害 也是一样要用适当的温度稍微处理过 适当的热稍微处理过 这样也可以帮助它呢 这个保存期限更漂亮 然后更加的不会受寒害的影响 能够卖得更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能够常常的进行冷热 这样的一个泡澡方法 是大家在日常就可以很好的养生之道 那可以看到一些 经常在泡冷池的一些会员的话 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很耐寒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精华酒店可以有到6度的啊 甚至是台中育员酒店可以到11度的 那我就发现有人 他常常泡之后就很耐冷 像我们这样一下冷冷到 就感觉都四肢都痛起来了这样 所以可见呢 泡热跟泡冷都是可以训练的 小孩子尤其怕热 他们一泡热他们就 赶快他都跳走了这样 但是我们是不是越训练就越耐热吗 那所以耐寒性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一分钟两分钟 慢慢的往上加 就会越来越耐 那我们知道泡完热池之后 增加血液循环 如果你再泡一下冰池的话 也可以收缩毛孔 让你的皮肤更加紧致 那我们在洗脸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当然大家都知道 温水的清洁效果最好 可以使你的毛孔里面的脏污洗出来嘛 但如果你洗得很干净之后 你再用一个冰水稍微让他收斂一下 也一样可以收缩毛孔 然后有紧致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冷热 它究竟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以至于在人类的历史上 被使用了这么久呢 那今天就跟分享给各位 就冷修克蛋白跟热修克蛋白这两个都是我们人类的非常好的好朋友 而且呢 他们就像是一对伴侣一样 在必要的严寒的环境里面就出来 那我们曾经在这一集呢 吃苦当做吃补里面跟各位介绍过 The Hormesis Effect 这个就是双向调节 意思呢 它虽然是一个压力 它虽然造成你身体呢 Under Stress 但是事实上呢 它又激发你的身体更大的一个抵抗力 更大的韧性促进你抗老然后促进你长寿 Anti Asian跟Longevity 都可以藉由这样子的环境呢 帮助你 藉由这个有压力的环境帮助你 所以我们也不要抗拒压力 压力对我们可能反而是成全 我跟各位介绍过逆境式化妆的祝福 这一集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 跟各位讲过 阿尔卑斯山 安地斯山脉 还有喜马拉雅山上面的人呢 都被认为更长寿 其实他们的生活条件呢 吃的喝的睡的都没有我们好 但是呢 反而他们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他们的Healthy Span 健康寿命也比我们更长 因此呢 我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是不是呢 你今天就开始呢 帮你自己设计一下 除了热水澡之外 还要泡一下冰水澡哦 对? 我感谢观看